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 高调做客风险网 新风范 摆篇造型 制服诱惑 中口味玩传电影 富春山居图 二十四套 各种各样职业的造型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学生的造型 我喜欢单纯 挑战难度 情理轻微 与华仔涉险敌败低高 你会怕吗 我有些朋友都叫我叫林大胆 我好可怕 虐恋爱恋 挑逗男星 大尺度上演激情长戏 说了更少一点的 本来应该是更刺激的 佳男扶女睁大双眼 下面掌声有请 三十四C富家女林志玲 我把我的柔情外表 放在了最外边 那你此话一出 宇宙为之颤抖 男人为之疯狂 没错 这就是林志玲的称霸秘籍 也是她的混圈哲学 一米七五的身高 三十四C的妖孽身材 她的晴天霹雳般的走红模式 曾被称为台湾重大的社会现象 2003年 林志玲取代肖强 当选台湾第一美女 接拍名牌广告无数 2007年 林志玲和吴宇森 合作拍摄大片赤壁 一句萌萌 站起来 又把马尔界彻底征服 之后 幸福额度 自灵 决战沙马镇的接连演出 让她完胜般地成为 圈内最贵的花瓶 我刚才在来的时候 跟他们商量 我说应该怎么称呼你 叫做林志玲 还是叫志玲姐姐 还是叫做台湾第一美女 我现在觉得志玲姐姐 这个称呼最亲切 大家都这样叫你吗 好多 连老公公老婆婆都会这样称呼 叫叫志玲姐姐 其实好像 你给大家的感觉 就是像姐姐一样 特别的亲切 然后很凌家 你会是这样的感觉吗 我好希望 2012 一个未知的年份 天赋的年份 精彩的年份 当然 这也包括我们的林大美女 她是要砸碎花瓶 以真人式身 所以她毅然决然地置身于 富春山区图的时尚奢华 和气势磅礴的客宫故事之中 联手刘德华 同大为张静初 做了一次 个人最华丽的演出 集万千魅力于一生 写百遍客宫 力杀一绝 逆写华语电影 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 现代时尚客宫大器 我们在这部戏当中 有许多的演员 他们都是动作 这个武打非常厉害 我觉得第一名 当然是华哥 大家知道的 这一位 对 就超厉害 其实我们的动作导演 是好莱坞的外国导演 那他会设计很多 非常困难高难度的动作 可是华哥 永远都是亲自上阵 而且他会自己设计 还有调整这些武打演员 他对你有没有一些 要求或者建议 我自己觉得我所饰演的 这个特工的角色 刚刚提到说 他是神秘又迷样的女人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 他不会是以智琳的眼神 或是形态 这种感觉呈现 那有的时候他会说 其实丢掉那样子的感觉 回到你自己 可能更可爱 更女人一点 我看了诗篇的一些片段 我觉得大家会发现说 里面有不是林志玲的志玲 然后也有能看到志玲内心层面 像说渴望感情 渴望爱情的这一块 因为其实这个角色 他所说的就是 不管外在再什么样的摆变 或是你有什么样的 像我和山本有这种 比较纠葛 你放不掉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 同那里的这部戏 对 可是当你遇到 你生命中希望拥有的爱情的话 其实你会很执着 而且愿意奋不顾身 看来我们的性感女生林志玲 这次在片中饰演打女 可谓是信心爆棚 闪钻露被装 配上她的玲珑去线 不觉让人神魂颠倒 就连华仔都高喊出 不能集中精力工作的惊人口号 而一场从迪拜第一高尚 飞升而下的重头大戏 也着实难坏了华仔 和声称林大胆的志玲姐姐 我们站在那个顶端里 那下面看我们就 哇 好可怕 不要往下看 你会怕吗 我有些朋友都叫我叫林大胆 就是其实 我个性有点像男孩子 就是越冒险的事情 然后越挑战 我就啊 这个好刺激哦 我就会喜欢去尝试 从赤壁开始 到刺林 决战沙马阵 到福春山军图 你会不会觉得说 自己每次接一个角色 会有不一样的尝试 不一样的挑战 林大胆就是喜欢 找困难的事情来做 这次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我说实在话哦 我觉得导演应该要给我 更多更多的困难 所以我很多时候都说 导演其实我们 我不需要等待 我也不需要坐在这边 其实我们可以 多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可是很少有女艺人在片场 要求说要折腾我 你是不是什么 当你在那一刻 有没有真的用心用力的时候 其实观众一定看得出来 你在迪拜拍的感觉如何 我觉得最神奇的是 那个地方就会让你感觉 整个非常的放松 很放松 那你会觉得说 哇 这个有沙滩 有沙漠 然后这样子的阳光 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工作呢 要享受 要度假 对 可是还是真的有那个 就是感觉到了 感觉到那种迪拜 异国的气息 我觉得相当的好 所以那几天 反正是我们大家工作起来 特别放松的 很享受 把工作当享受 这绝对是林美女的风格 不仅要身心享受 还要精神愉悦 世界万物 男欢女爱 你不接受 你不存福 你都对不起 你的精彩人生 大家说你在里面 跟佟大为有很多 很过分的场景 我刚刚看了一下 好像稍微 收了更少一点的 本来应该是更刺激的 所以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 能不能透露一点点 对 它其实是要讲述 我们扭曲的一段 扭曲的一段感情 感情的故事 其实我这个角色 在里面很多是 它是比较虚拟的 就像你刚刚讲说 大家可能是这个 某一些甚至像有点 电玩游戏出来的人 幻想的那种角色 虚构的 所以某些时候 是像那种梦中的场景 或是幻想中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 那个意识形态很强 所以你们两个演的会尴尬吗 我们还好 我们两个还好 我只是觉得说 平常工作人员 完全没有在拿手机 一起起来拍 只有那一天 狂拍 全部没有人在打 等大拍 你不好意思 有一点 佟大为不好意思多一点 大为有说 不好意思 然后不好意思 然后就说 开始了 大为先生 您这回是真心的享受了 从清新淡雅的白色护士裙 到阿拉伯风景的空姐妆 从日系清纯学生妹的销魂 到红发硬招女的经验 林大美女可以说是呈现出 从以来的最大造型尺度 绝面不惑宅男芳心 那么 哪一款造型 才是女神自己的最爱呢 我自己还蛮喜欢 有一个学生的造型 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 那是你的另外一个自己吗 我自己觉得那种 清纯的学生感 好像比较少出现在大家面前 你内心渴望这样子的感觉吗 我喜欢单纯 你喜欢单纯的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 大家把你好像都定位在 感觉就是性感 就是要看起来就是美艳 可是我觉得我完全不美艳 很多人现在垂胸口应该是 那可能我希望吧 希望自己是走这样子的 其实你看很多人说 在拍你这个片子的时候 看到你在片场 换各种各样类型的造型 很多女生 他们给你一个称号 叫做拉拉女神 为什么叫拉拉 他们就是有女生会爱上你 不光是现在男生 那欢迎 你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吗 不会 其实我的愿望就是 希望是女生喜欢我 你希望女生去喜欢你 我觉得女生喜欢那种感觉 会是真实的喜欢 男生可能就是 外在的形象 还挺赏心悦目 或是怎么样 女生应该就是可能真的喜欢 你的 比如说你的态度 女生喜欢才是真的喜欢 知灵你要小心了 我们各路的媒体大侠 都可是训练有素思维敏捷 你就不怕又赶了回时尚潮流 你在里面演的是特工的角色嘛 那你觉得他的性格里 和你最直接的相似点 你觉得是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在某个外在的表象 需要隐藏武装自己 好玄玄 你说的 对 因为他是一个特工 所以在某方面 其实这个所谓的脆弱 或是女性 这个不为人知的 渴望被保护的一面 他不能显现出来 所以他需要武装自己 可是心底深处 他还是渴望被爱 所以你现在这种状态 你好会套话 你说过你最有力的武器是温柔 其实你的温柔背后 也是需要别人去安全感的 需要 在我前面好多女孩子都站着 我觉得女孩子都会 同样有共同的答案 所以现在还在寻找 寻找 寻寻秘秘秘 看来林美女是要把 寻寻秘秘坚持到底了 难道您就不怕 严先生听了小心脏受不了 在这光怪陆离的时间 苦求三十年的雌性动物 只要稍加努力 她便杀伤力威力无穷 如今林志玲带着台湾第一美女的桂冠 已经走过了八个年头 岁月消逝 志玲姐姐创造的爆红传奇 依然没有人能够超越 就像她依然光滑洁亮的面容一样 她背后的故事 也依然为人津津乐道 三十岁出道 对很多女人来说 其实不是一个最佳年纪 是非常晚 你当时有当时会不会觉得说 我会不会万一如果不成功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想过要当医员 然后我也没有追求所谓演艺圈的这个名 我真的觉得是某一个时刻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所以我并没有那么重的得失心 可是现在我看到的机会 我能够好好做的我就尽量付出 可是你成名之后大家就会说有个叫做林志玲现象 忽然间一夜之间你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广告 电影 然后呢成为台湾第一美女 我自己觉得如果名和力是他人给予的话 如果把他看得太重的话 你很难在这一切没有的时候 回到你原本的性格和生活 我记得华哥好像讲过一句话 他说要大家跨过这个外在的表象 去看到其他的要花非常久的时间去耕耘 对 你觉得你还需要多久 有时候其实也不是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 能够存在已经是一个幸福和知足的感觉了 那证明给自己以后知道就好了 最后欢迎大家光临林志玲美白小课堂 志玲姐姐会教给大家哪些独家美白秘籍呢 不要走开 福利来了 保护皮肤 我第一个就是坚持运动的这个习惯 就是运动 对 你要让几乎 呼吸 对 然后多喝水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什么 就会表现出你自己的整个状态 所以其实我是个非常贪吃 而且其实完全不挑食的人 那现在我开始会觉得说 其实大家所谓的养生乐活 是一个很好的观念 所以大家可以从食物开始着手 然后还有说三餐你的时间 什么时候用餐 然后早餐吃得好 晚餐吃得少 或者是说淀粉类怎么样摄取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大家开始学习就可以让你真的会觉得 整个心境啊 会出不一样的感觉 会出不一样的感觉 轻松起来 对 那最后呢 我们风行晚上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我们专门找了一张非常可爱的照片 好了 这个要送给你了 希望你可以越来越漂亮 然后吸越来越多好不好 好 到时候大家在大荧幕上看我们的富春生旅图 再来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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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